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完Compressor以後 還有Expander以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另外一個叫做Multipressor 然後這個效果器呢 我們先掛在Output這邊 好,我們來直接先叫出來給各位看看 Dynamic這邊有一個Multipressor 好,它有點像是 如果硬要說的話 它有點像是EQ Compressor加上Expander的綜合體 好,那這個Plugin通常都是用在後製的時候 譬如說你在混音的時候 你在最後面的Stereo Out這邊 在針對整首歌去做一個Multipressor 是用Multipress來做動作 它有點像是Multipend 就是一個多軌多區段的Compressor 那所謂的區段是 它就像是EQ 所以你可以針對特定的頻率範圍去執行Compressor的動作 然後在這邊 在這個Multipressor裡面 甚至還多了一個Expander的動作 可以讓你去執行它 好,那我們先來直接看一下這個介面 上面這邊跟EQ很像 你可以從這邊去調整範圍 頻率範圍區段 這邊你可以從這邊去調整 有沒有 好,然後再來是Gain 你可以從這邊去調整 有沒有 然後減少 有沒有 好,然後所以 它提供了四個區段的頻率範圍 我會讓你去調整 然後當然這個不一定是四個區段 因為你可以去減少它 譬如說我可以只開三個區段 然後再重新調整一次 這樣子 甚至一個 那如果是一個的話 那就變成原本的Compressor的作用啦 對不對 各位應該已經有點概念了 好,然後再來是 如果是 當我往上加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藍色的範圍區塊 然後比如說往下的時候也會有 好,這就是說 它會告訴你說 我們做了多少Gain的調整的動作 有沒有 好,那等一下如果使用Compressor 它就會閃 一閃就表示說 我們Compressor到底起了多少作用 好,那到這邊 對這個介面 上面上半部的介面應該有概念 然後再來是每一個區段的開關 是1234 有沒有 然後你也可以Bypass 甚至你可以Solo聽這個地方 好,那 我們先舉例 我們用兩個區段這樣比較明顯 比如說 中高頻跟中低頻 我們這樣子好了 好,那 再來我們再看一下其他參數 我的滑鼠框起來的這個地方 就是原本的Compressor的參數 有沒有 Threshold Ratio 然後 PeakRMS 在這邊 然後 Attack Release 有沒有 然後下面這三個參數就是 Expand的參數 那我們等一下會一一的為各位介紹 好,那我們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如果實時使用 我們把 先把 Gain先歸0 2的話是這個 好 呃,如果我們現在什麼都不管 都知道它預設值去 的話 我們先放下去 我們先關掉 然後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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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聽到已經有壓縮到了嗎 因為這邊 呃... 呃... Compressor 隨時候是-18 然後... 錶頭已經超過了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的 Input跟Output的錶頭 有沒有 好,那這邊也是一樣 那如果我們直接 依照這個頻率分布 因為現在分兩段 我們調整這個Gain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有點像EQ 我們可以讓它更亮一點 這樣 Compressor 可是你發現這種更亮的意思 其實不是... 呃... 不是因為調了EQ的文語 它只是在這個區段 把這個頻率的區段的聲音 Gain變大聲 那... 相對的 它會隨著變大聲 還會帶著 Compressor的效果 好 所以到這邊 各位應該對這個Multipressor 應該有一個概念的 所以... 呃... 基本上 使用的方法 其實只是把Compressor跟EQ結合在一起 有沒有 好,那...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這個Expand Threshold 這個功能其實非常的貼心 就是... 在Multipressor裡面 我覺得這是蠻酷的一個功能 就是我們舉個範例耶 因為剛好這首歌 有一個範例 可以讓我去... 說明這件事情 呃... 好,我們先聽一下原本的狀態 你會聽到一個... 很明顯的電流聲對不對 那它電流聲沒有... 沒有很大 可是它很明顯 我們先看一下 電流聲的比例是在哪裡 我們看最後這邊 好,它... 基本的電流聲應該是... 三十二十這邊 負三十二十這邊 負三十二十這邊 但是因為它裡面剛好有一個Bass的雜 就是碰到 手碰到弦的聲音 但是沒關係 好 我們直接打開Compressor 我們現在來介紹 Expand Threshold 我們直接用一個曲段就好了 好,那... 這個地方的上面這個參數是... 控制這個箭頭是... Compressor Threshold 那我們先不管這個 我們先管這個 Expand下面這個 有沒有在這邊 好,那我們先聽一下 我們看一下錶頭就知道囉 好 大概它的... 負三十... 可能在這邊 好,差不多 呃... 假設我要把那個雜訊變小聲 當然你不可能把它完全去掉 你只能把它變小聲 變得比較不那麼明顯 我們就要利用Expand Threshold 好,那... 這個功能是這樣 這個剛好跟Expand的 剛剛上一段影片介紹 Expand的那個... Threshold的... 呃... 是相反的 就是說 上一段影片是說 超過那個Threshold的時候 它會把聲音變大聲 所以你聽到的聲音會變得比較跳 比較明顯 好,那... 這個時候是... 呃... 低於這個Threshold的時候 我可以去把它拉小 剛好相反 那...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就是現在是這樣 我們電流聲大概是低於這個地方 好,我們稍微再... 上去一點好了 好,差不多了 大概是這個地方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利用Reduction 去調整我的... 呃... 呃... 就低於這個Threshold的音量 然後你會發現現在... 沒有...沒有作用 有沒有 好,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個Ratial 呃... 各位應該還有印象嗎? 就是... 多少過去後... 按照比例... 如果在expand的時候 本來是增加嘛 可是剛好在這個地方不一樣 因為Threshold剛好相反 所以這個是... 多少過去後 按照比例去減少 好... 呃... 這個邏輯思考 各位要稍微花一點時間 想一下下 然後搞通了應該就... 沒有問題了 好... 這時候我們就開始用這個Ratial 因為現在是1 所以我的GAME減少的時候 並沒有影響 可是如果我的... 我現在把這個... Reduction變回0 我這個1的時候 有沒有它... 因為... 就算是0db 可是它只要是有... 按照比例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減少了 好,我們先聽一下這樣 我們GAME沒有動 我們Ratial增加 原本的 好... 有的 你會發現好像有一點點 好... 那我們把GAME Reduction 這邊 Reduction 這個減少這個 這不是GAME... 呃... 要怎麼解釋 這個是... 這邊的... 音量 所以我們... 這個Reduction是這邊的音量 所以我們來試一次喔 把它拉小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已經被... 呃... 擋到了 那我們誇張一點 然後... Ratial大一點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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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各位就知道這個... 呃... Expand... 的時候 這個區塊 這個地方的參數 知道怎麼調整的對不對 好...那... 其實... 因為我剛剛示範的方式 其實是用一個很誇張的示範方式 基本上你只能做一點點 因為... 因為你不可能完全擋掉 所以如果你做太... 誇張的話 你可能會... 連原本你希望有的... 聲音... 音量... 都會被同時卡到 所以... 調這個的時候 請務必要小心 然後... compressor這邊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你既然...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優點是說 我們可以按照... 呃... 針對各種不同的頻率範圍 去做一個壓縮的時候 你也是要務必... 調整的時候 讓它聽起來... 然後... 來使用這個... Multipresor 在你的... 作品上面的最後面輸出後製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個 然後... 再來這邊有個AutoGain 呃... 基本上... 如果你已經對這邊的參數都有了解的話 那AutoGain就不需要啦 對不對 你就可以自己去調整到你需要的音量 然後再來一個Output 那這個Lookahead 我們就可以先不用管它了 就可以保留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 呃... 所以... 我們通常到這邊 各位應該稍微有個概念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就是... 呃... 我們在後製的時候 我們會做哪些事情 基本上第一個 我們還... 不要忘了我們的EQ 有沒有 在後製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有一個EQ Linearface EQ 就是不會動到向位的EQ Multipresor Limiter 基本上你用這三個 就可以把... 你的作品 會音好的作品 讓它... 呃... 達到一個... 接近唱片品質的音量 然後... 甚至你還有Compressor去壓 所以你會產生不同的... 呃... 譬如說你可以去調整不同的感覺 比較用力 比較有力氣的 比較有Punch的 還是比較Soft 比較軟的 好... 這就是我們在使用Multipresor的方法 那... 各位可以開始實驗啦 OK 對... 多久 都可以讓它進入 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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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